他都會很緊繃啊 哇 這球打出去 要看落點還在追追的刀嗎 追不到了 哇 這輕蕾啦 因為呢 兩出局全跑 廖建復又當了英雄 哇 前一場比賽他打DH反而沒有安打 但是今天是替補啊 回到同時蹲補的狀況 好像比較會打耶 真的 內容 哦 安打又來了 對啊 而且這個是沒話說的 平飛安打 對 在這一個短期的系列賽裡面啊 昨天梁家榮是兩隻安打 比較高了 所以還是四外球保送 好 這一球打出去 有機會嗎 哇 又是超大範圍 但這一次還是籃不到 因為布陣的關係 對 因為他 剛剛那個球一定是在外側 比較外側的球 他才有辦法這樣打 再一直安打 那現在呢 收到了通知 要往本壘衝 會不會有點接近 這一個回傳球經過一個彈跳 Safe 哇 這個球 阿達利是不是有咬到了 看著球了 真的才說要小心他的長打 哇 開紅了 高國輝本季第十三轟出爐 全能打 大概是這個位子 有沒有 在比較偏外側一些些進來的位子 這一球 中路 應該是安打了 對 這種球 這個位子啊 真的都是投手 是唯一可以處理的希望 哇 但這一次沒有接到 哇 那這有得跑了 上二壘沒有問題 會稍微早一點 沒有打 安打囉 哇 那剛剛的這一個 補益或爆頭 就有可能受傷了 沒錯 這一隻安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現在雙方呢 在五局上半 站平 嗯哼 結果朱宇賢這一棒是安打了 那現在要做一個分類的攻防嗎 這個球回傳 中間的卡特碰到了手套 可是沒接到球 所以帶有超前方的打點 這一棒打出去 有機會穿 因為很強 三角手雖然是撲下去 不過沒有辦法把球給攔住 對 閃失都不能有 對 就這一棒有機會嗎 看著球打在拳打牆上 不過是因為兩出局 這還是會被擋下來 對 後面的棒次不一定會出 不一定會給他 他也沒得出啊 因為這真的沒有投進去啊 都會很緊繃啊 哇 這球打出去 要看落點還在追追的刀嗎 追不到了 哇 這輕蕾啦 因為呢兩出局全跑 廖建復又當了英雄 前一場比賽他打DH 反而沒有安打 但是今天是替補啊 回到同時蹲補的狀況 好像比較會打耶 真的 這球打到了中間方向 這一次攔得到嗎 看著球 出去了 出去了 HOME ROUND 哇 是郭延瑜今天他差一點兩支 被沒收的一支 這一次打到連 0摺旋都接不到 哇 那就沒哲了 哇這一個半局啊 雖然富邦啊今天做投手的這一個更換是非常地積極 對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太開 反而是四換球保送 但這個時候又跑掉了 哇 這球穿了 是一隻安打 原本二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是沒有問題的 帶有一分打點 狀況是相當不錯的 擠到 這個是完全被擠壓到 一個內野的飛球 出爆 還是一個飛球 確定是誰要接就好 由楊耀勳來接 再見接殺 比賽結束